成吉思汉,我们都知道他是蒙古帝国的创建者。 从古至今,众多蒙古人对成吉思汉的崇拜热情丝毫不减。 如果你现在去外蒙古旅游的话,还可以看到各种成吉思汉的铜像和纪念碑。 可是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汉的孙辈,也一手开创了元朝这样的庞大帝国,也是一番不可忽视的丰功伪计。 可是为何部分蒙古人对忽必烈却呈现出不怎么待见的态度呢? 下面分三个阶段带你了解其中详细的原因。 第一阶段,从儒家文化的学生蜕变成中原征服者。 忽必烈出生于公元1215年,他是成吉思汉铁木真的孙子,具体是铁木真第四子托雷的儿子。 托雷共有11个儿子,比较出名的有4个。 他们分别是长子蒙哥,蒙哥后来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汉。 六子续猎物,他率军征服西南亚地区,后建立起伊尔汉国。 妻子阿里布哥,他的兄弟们外出征战,他留守蒙古帝国大本营。 后来他还与忽必烈争夺汉位,而忽必烈则是托雷的第四个儿子。 忽必烈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与其他王子不同的一面。 他不仅遗传了父辈尚武和英明睿智的一面,而且还尊敬长辈喜爱读书,侍奉母亲以孝文明。 忽必烈青年时期结识了很多中原文士,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幕僚。 他们为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,以及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, 并且还教授他、孝经、尚书、易经等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。 因此在忽必烈成为蒙古统治者之前,他就早早地确立起自己的政治信条。 那就是治乱之道,戏忽天而游忽人。 以马上取天下,不可以马上治。 减赋税差役,劝农丧,新学校已改革击毙。 在公元一二五一年这一年,忽必烈掌兄蒙哥成为了蒙古帝国的大汉。 因为托雷的二子和三子均早是夭折,所以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帝中可谓罪长且贤。 因此蒙哥继位后不久,就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帝侍武。 本就深受儒家影响的忽必烈,从此与中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在管理起墨南和中原之后,忽必烈便任用起大批的汉族儒士,就比如刘炳忠、许恒、姚书、张文谦等人。 他同时还任命汉人担任地方经略使等高级官员,并且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。 甚至有儒士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,忽必烈最后欣然接受。 不久之后,蒙哥谋划恭送,忽必烈被要求从云南北上配合攻打四川。 从此忽必烈便开始了漫长的军事征伐岁月。 在公元1253年8月,忽必烈率军从陕西出发,途经藏区进攻大理国。 在公元1254年1月,忽必烈攻克大理城,国王段兴致投降,大理国灭亡。 从那时起,云南地区并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,忽必烈因此声威大振。 不过,忽必烈势力的迅速壮大,以及在中原地位的不断稳固,则引起了蒙哥等蒙古上层统治集团的警惕。 他们认为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和尊崇儒术的行为,明显是在挑战蒙古游牧政治秩序和文化传统。 甚至还罗知了一百余条罪状打算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大量汉人官员。 最后,忽必烈亲自朝见蒙哥,当场声泪俱下地进行解释和忏悔,这才免除了凶险的祸端。 但是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已经悄然形成,支持汉化和坚持传统两大势力已经形成对峙状态。 第二阶段,忽必烈战阿里布格蒙古帝国开始分裂。 在公元1259年这一年,忽必烈配合起攻打四川的蒙哥。 他同领起大军渡过淮河,进入到南宋的境内,然后所向披靡,一路南下,一直打到了长江中游的鄂州。 不过蒙哥在攻打河州钓鱼城时负伤严重,意外死在了那里。 蒙古帝国突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,这导致了帝国内部各派势力开始暗流涌动了起来。 其中忽必烈的汉化集团和阿里布格的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。 为了争夺大汉之位,双方开始剑拔弩张。 忽必烈这边有蒙古东道诸王和中原汉人集团的支持, 而阿里布格得到蒙古西路诸王以及西域中亚等蒙古西征势力的支持。 远在西亚的序列物则持暧昧不清的态度,但是棋子却支持阿里布格。 蒙哥南征的时候,阿里布格驻守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荷林。 当蒙哥的死讯传回本部,速来反对汉化的阿里布格开始蠢蠢欲动,准备夺权。 而忽必烈这边在得到妻子传达的关于阿里布格有所行动的书信之后, 即刻率兵北返,驻守燕京,静观其变。 阿里布格则竭力又使忽必烈回到草原,好逼他就范,在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汉的宝座。 忽必烈清楚地意识到,在阿里布格鞭长莫及的情况下, 自己在控制进入汉地的猛军和汉军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, 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多年的中原。 就这样,双方使臣交涉不断,矛盾冲突日趋激化。 最终,忽必烈在准备就绪之后,决定先下守围墙。 在公元1260年4月,忽必烈拘尽了阿里布格派往燕京的心腹托里赤。 然后在汉人官僚的拥戴下,忽必烈在开平城宣布继承大汉之位。 忽必烈在漠南的抢先登位打乱了阿里布格的预谋计划。 于是,阿里布格只得于公元1260年的夏季,召集起留守末北的诸王元老宗妻举行大会。 他在旧贵族的支持下,也宣称继位为帝国的新大汉。 这最终导致了忽必烈与阿里布格之间的内战爆发。 在公元1260年的秋季,阿里布格兵分两路,大举南下。 忽必烈在积极调兵防御的同时,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传统势力, 他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,取得了序列物的支持。 此后,忽必烈率汉蒙联军北上与阿里布格集团发生激烈的战斗。 两军虽然实力相差不大,但阿里布格统治集团内部各怀鬼胎很不团结。 再加上指挥不当,这导致其军队多次被击溃。 最终在公元1262年,阿里布格战败西陶,忽必烈占领了帝国的首都哈拉荷林。 紧接着在公元1264年,阿里布格在走投无路之下,无奈只能向忽必烈投降。 到此为止,长达五年的捍卫之争宣告结束。 而作为亲哥哥的忽必烈,他虽然口头保证不会杀害投降的阿里布格,但是阿里布格却被幽禁了起来。 在公元1266年,阿里布格被忽必烈毒杀。 从以上的经过,我们可以得知蒙古帝国的内战本质上是草原统治阶层的汉化之争。 忽必烈的胜利代表着蒙古的新派势力取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,但是内战之后却导致了蒙古内部的巨大分裂。 当时各大汉国之中,清查汉国、查核台汉国、倭阔台汉国都支持阿里布格,唯有序列物的伊尔汉国支持忽必烈。 在阿里布格失败之后,各大汉国纷纷宣布独立。 此时的蒙古帝国没有了统一的政权,已经算是名存实亡。 在实际上,忽必烈所代表的汉化集团在蒙古统治阶级内部是绝对少数。 以至于忽必烈为巩固权势,默许了各大汉国的独立行为。 在蒙古人看来,成吉思汉辛苦打下的基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轰然解体。 忽必烈就是其中最大的推手,并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当然了,忽必烈对于控制东亚以外的广阔领土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和欲望。 他的政治目的是要做中国的皇帝,彻底被中华文化圈所接受。 在公元1271年,忽必烈摘取《易经》中大栽前缘之意,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了大元。 他本人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了大元皇帝,大元国号正式诞生。 忽必烈成为了元朝的第一位皇帝,并于次年选择大都,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作为新首都。 从此大都取代哈拉和林,成为了元朝的政治中心。 从那以后,历经明清两朝至今,北京一直则是中国的首都。 第三阶段,攻灭南宋再造统一,受汉人士大夫赞誉。 忽必烈击败阿里布戈之后,紧接着谋划了新一轮的对宋战争。 从公元1267年到公元1273年,在经历了六年的攻打襄阳之后,襄阳最终陷落。 南宋的防御体系彻底崩溃,忽必烈一路顺长江而下,直抵临安。 在公元1276年,南宋太皇太后谢道卿代宋公帝出降,南宋都城临安陷落。 在公元1279年,宋元双方在崖山外海进行了大海战,史称崖山之战。 结果宋军战败,宰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宋末帝赵炳跳海自杀。 在这一刻,南宋正式灭亡,元朝正式实现了自唐朝以来的又一次大一统。 忽必烈成为了开创华夏历史新纪元的英雄,并逐渐被汉人官僚阶层所接受。 因为在开创元朝之后,忽必烈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,并且继续重用汉臣,同时采用汉法。 甚至听取汉人官员的建议,也就是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的历史。 这一系列措施赢得了汉人官员们的追随和效忠。 此后,忽必烈在内政外交上,也迎合了当时汉人士大夫的价值观。 在政治方面,在地方建立行省中央社中书省,创中国当代省制的开端。 而且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,开辟中外交通,在各地建立驿站。 在经济方面,鼓励农业发展,同时休养生息。 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,并且注存粮食阵际各地灾民。 对商业和海外贸易持宽松政策。 除此之外,忽必烈在文化上,则实行起宗教和民族自由政策。 积极寻求儒道佛三家的和解,对外国人来华持包容态度。 在忽必烈统治的几十年间,他一直遵循儒家和宋代汉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。 这导致元朝延续了南宋开放活跃的社会气氛,因此赢得了士大夫们的认可和赞许。 综上所述,可以说忽必烈建立元朝就是在宇宙体系做出正式的割裂。 虽然忽必烈在名义上仍然是各大汉国共同尊崇的大汉, 可是在实质上,忽必烈的元朝只是蒙古体系的一部分。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一体系逐渐瓦解。 所以,在怀念大蒙古帝国的蒙古人民心中, 成吉思汗是他们眼中的英雄和太阳, 而忽必烈似乎成为了蜀典望祖的叛徒。